在我們今天的聚會議剛開始 邀請弟兄姊妹先將你的手機 關靜音或者是關機 先安靜我們的心 我們也為從服飾中要趕來第三堂 敬拜弟兄姊妹代導 或是她從工作忙碌回來 要來到第三堂禮拜 她還在路途中的弟兄姊妹她的平安 我們也為她代導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奇異恩典是約翰牛頓大家都知道 非常有名的一個屬林的前輩 在她生命當中 在一次的狂風暴雨裡面 她悔改 她認識神 她被神拯救 我相信這首詩歌耳熟能詳 它是奇異恩典 我們每每每每都會想 我們每每每每每每唱這首詩歌的時候 我們都會心裡 神祢真的是奇異恩典 我相信 這不是只是 約翰牛頓他的生命見證 更是我們在做每一位 弟兄姊妹的生命的見證 讓我們再一次的來默想 在我們覺知的那一天 我們被神巡迴 在我們現在 我們生命中的現在 我們生命中的處境 是否有些弟兄姊妹 你仍在一個狂風暴雨 或者是你剛走過狂風暴雨 或者是在你生命中 經歷神那奇異恩典的 是有一段時間之前的事情了 可是你可慕 你可慕 再一次的經歷 再一次的 在每一天來到神面前的時候 再一次聽見 再一次看見 再一次經歷神那真實的恩典 邀請弟兄姊妹 我們一同以感恩的心 我們一起來敬拜祂 請弟兄姊妹 請弟兄姊 traveled 指跟弟兄姊兄姊 請弟兄姊躁 願我世上盡被尋回 瞎眼盡得看見 如此恩典 如此恩典 是我敬畏 是我心的安慰 如心之事寂寞恩惠 真是何德寶貴 祝祢的應許如此的美好 我祝祢是美好無比 盼望永不失去 救助作為盾牌 無分我心不再委屈 主耶和華你說 在祢愛裡就沒有懼怕 祢是我們的盾牌 祢是我們生命的救主 我們願意以一顆感恩的心 我們願意再一次的 再一次的回到主祢的面前說 主啊求祢將我身上的捆綁弄去 我願意重新回到祢的面前 祢的恩典是奇異的恩典 在我的生命裡面 你說天地要廢去 你的話都不能廢去 主啊回到祢的面前 再一次來敬拜祢 這個奇異恩典喝得很甘甜 我醉意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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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祢給亂唱 我醉意的生命 我醉意的生命 是我敬畏 是我心的安慰 主心致死 寂寞而回 真是何等都会 我主应许 我主应许 美好无比 盼望永不失去 是何盼望在主里 永远不会失去 主祢是我的盾牌 是我的福分 我的心不在未知 就算天地都会废去 但主祢的话语 从来不改变 天地都会 渐渐飞去 但我主要长存 我的生命 有主堪顾 我永远属于你 不再永远吧 不再永远吧 忘记得是吧 我救出夜色 不再永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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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bore 只能安全 る事 满地 天地 在我們覺知以後 其實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仍然會有許多的十字路口 有時候我們在抉擇 我到底要選擇這個 還是選擇往右邊走的時候 我自己很喜歡有一段經文 其實也是在我最近生命的見證裡面 其實講見證有點害羞 就是我最近的生命經歷裡面 我真的很喜歡聖經的一段話 他說不論你向左或是向右 都有聲音告訴你 這是正路要行在期間 神祂奇妙的作為是超乎我們所求所想的 神的道路是高過我們的道路 祂的旨意是高過我們的旨意 可是當我再一次回到今天 牧師要跟我們提醒的 文藝載道 灌道 當神祂豐富的恩典來觸摸到我們 每個人的生命的時候 我們是否也一樣的重視神 祂對我們的話語 放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或向左或向右 都有聲音告訴我們 這是正路要行在期間 可是我更多的看見 我們有沒有對神說 主啊 不論我今天做什麼選擇的時候 不論我向左或向右 我要如經上所說的宣告 主耶和華 你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著耶穌沒有人可以到父那裡去 這不是我們旺說的 是耶穌你說的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著我沒有人能夠到父那裡去 因為主耶和華你就是那唯一的道路 當我們在徬徨 徬徨的時候 我們更要回到神的面前敬拜祂 因為祂是唯一的道路 各位弟兄姊妹 我邀請你從你的座位上站起來 我們一同來大聲的宣告 完美Jesus 舉起零的手 恭美起來敬拜祂 不許你會懷疑 可是耶穌 你不需要懷疑 祂就是唯一的道路 我們起來敬拜祂 祂是唯一的道路 開心一點耶 耶穌是唯一的道路 I lay my life down at your feet Cause you lay on my knees I turn to you and you are always there In troubled times is you I see I put you first at all I need I humble all I am O to you 我們來宣告 One way Jesus You're the only one that I could live for One way Jesus You're the only one that I could live for 神就是讓我們唯一的盼望 唯一的倚靠 我們來選擇祂 You are always always there Everyhow and everywhere Your grace on the soil Be within me 你的恩典一直都在 你從不改變 你從不改變 Ever change 從昨日 今日 到明天 它都不改變 We'll never do for never It is no way 我們來宣告它 You are the only one that I could live for One way Jesus You're the only one that I could live for One way Jesus you're the only one that I could live for One way Jesus you're the only one that I could live for You are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we live by face and I by side for you You're living all for you 我們來宣告你是道路 你是真理 你是生命 We live by face and I by side for you We're living all for you 我們活著只為你 You are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we live by face and I by side for you We're living all for you We are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we live by face and I by side for you We live all for you One way Jesus you're the only one that I could live for One way Jesus you're the only one that I could live for 是不是有一點high 但是我們不是為了我們自己很high來敬拜神 我們是因為聖經裡面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 我們不要再左右左右在那邊想我要什麼我要什麼 我們的敬拜只為了一個是我們萬君之耶和華 他從昨日今日到未來他一直都在 各位弟兄姐妹我邀請你 尤其對你來說有一點害羞 可是當你試著你試著把你心裡唯一有的那一點點的信心 你大聲的宣告出來的時候 我們一起再來更多的經歷他 不是憑著我們的血氣 是憑著神他所說的每一句話 各位弟兄姐妹我們再一次用中文來敬拜他 我們一起來敬拜他 在你腳前線上生命 因為主你是我唯一所需 在你腳前線上生命 因你是我唯一所需 我轉向你你永遠不離奇 為難力的我尋求你 我只需把你擺地 相付我所有全給你 萬為耶穌 沒有你能讓我為你而過 萬為耶穌 萬為耶穌 唯有你能讓我為你而過 你總是在我的身邊 每一天每個時刻你都在 你總在我身邊 每時每刻每一天 我心充滿你風聲恩典 你總是不會改變 你總是不會改變 做至今日到永遠 從甘苦恨直到永恆無限 我們一起來宣傳 我們一起來宣傳嗎 萬為耶穌 唯有你的 讓我為你而過 萬為耶穌 你總是否晚 你只要你兩天到我為你而過 你使道路整理生命 我平行幸福 平眼見為你 我活著只為你 是的我活著只為你 你是道路整理生命 我平行心不平眼前为你 我活着只为你 你是道路 你是道路整理生命 我平行心不平眼前为你 我活着只为你 主啊你是 你是道路整理生命 我平行心不平眼前为你 我活着只为你 万卫结束 会有你的让我为你而活 万卫结束 会有你的让我为你而活 万卫耶稣 会有你的让我为你而活 万卫耶稣 会有你的让我为你而活 因为主你是 因为主你是 唯有你 万卫耶稣 有耶稣 掌管天地网友 主我们敬拜 不会停 我们主敬拜祢 因为祢是神迹奇事 你是平静风浪的主 耶稣 忽然与祢相比 你是配的 你配的 配的我们的祝福 配的万个万民 万邦的赞美 你是配的 配的 我们敬拜祢 不知我们来敬拜祢 你是配的 配的 配的 你配的 尊重和赞美 你是配的 配的 配的 我们相复在祢面前 万物要来敬拜祢 因为祢是神迹 因为祢是神迹 你是神迹 神迹 神迹 来拜祢 愿尊贵 荣耀 全平和能力 都归全难成 愿尊财 愿各族各方 愿各族各方 万国和万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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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百山 高养 你是配的 你是配的 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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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和赞美 你是配的 配的 配的 万物千百里 你是神迹 神迹 神迹 荣光在全地 祢是神迹 神迹 你是神迹 神迹 神迹 我们只有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祢 主啊 望祢悦闹祢的敬拜 这是我们对祢的敬拜和赞美 主耶和华谢谢祢拯救我们 在我们还是时尚的人的时候 祢拯救了我们 主 我们不只用我们的感受 感动来回忆祢说主啊我爱祢 没有这么简单 我们要在我们每一天 珍惜我们与祢亲近的时刻 我们珍惜祢的话语 当我们翻看圣经 不是说主啊这一页告诉我祢 祢要我去哪里 而是主我珍惜 我珍惜从祢的话语 看见的不只是祢对立位人 他们的纪律 教条 我们看见的是在那背后 祢的公义 祢的慈爱 主我们来敬拜祢 谢谢祢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我们依然站立 我们将时间交给司会 弟兄姐妹请仍然站立 我们用尼西亚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 我们信独一全能的父上帝 同时同体 万物由祢来创造 祢为了我们人和为了我们的拯救 从天降临 从圣灵 从真马 出身为人 在本丢比较多任内为了我们定十字架 受难 埋葬 按圣经的记载 第三日复活 升天 现在坐在父的右边 他要在荣耀中再临来审判活人与死人 他的国无穷无尽 我们信赏识生命的主圣灵 从父与子而出 与父子同受敬拜 同享荣耀 他承托先知讲话 我们信一个圣 共同使徒的教会 我们告白一个能够赦罪的洗礼 我们期望使人复活 来世的生命 阿们 请坐 接下来 今天要为我们分享 见证的是张红泽弟兄 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我很高兴 有这个机会 能够 这个讲台给我一种安全感 很高兴能够来这边 跟大家见证 其实这是透过上帝的恩典 然后牧师的邀请 能够在这边做见证 那我是转籍 那我一直在想说 转籍也要跟那个牧长 经过一些问得力 问道理 然后也有一些会谈 然后最后还要来做见证 这转籍真的不简单 那就有点惊讶 不过我想 我很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 接到牧师的电话之后 因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所以我们家就进入一个 很重要的 重大事件的决策模式 到底是我来做见证 或我太太出来做见证 我跟我太太提议 因为她讲话的事 都是我的两倍 所以在五到七分钟的见证里面 她可以讲四五分钟的内容 所以她应该出来 结果她三两下就把我给伙绝了 所以由我出来 我不是不愿意 而是真的是很棒 但是总要确认谁来做见证 她说大德要让小德 我们是老少配偶 跟他差将近十岁 所以我当然要让他 所以要由我出来 那这一招后来没用了 她又说 那个信仰比较资深的 要让信仰比较资浅的 我是第一代 她是第二代 这一关我又没有过 然后最后一关她说 长直要让平信徒 因为我当过长老 所以这一关就更是敲定了 我一定要出来分享 那其实我内心是很高兴的 因为经过 虽然我是第二代的基督徒 从小在教会长大 也有很多服饰 从来没有间断过 但是其中有一段时间 是有一点漂泊的 那漂泊的过程 有一点曲折 然后又能够再回到和平教会 最后决定要入籍 转籍 然后来这边做见证 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归属感的一个 重新的一个认定 那我的过程当然是 我跟我太太在美国结婚 二十多年 二十年前左右 然后在美国很好的 有很好的教会跟团契的生活 那回到台湾就好像有点 无法适应 我们经历过了三个教会 其实我们都有一直在服事 但是就是没有归属感 那后来在大概 我们大概十二年前 搬到清田街十一项这边 所以我离教会只有三分钟 以后你看到我 没有准时来教会 那表示我是不应该的 那就是班了之后 十二年前班来之后 其实陆续都有来教会 后来因为大概有一阵子 想要去追求那一种田园的生活 就到宜蘭的头城的社区 买一个很便宜的房子 然后整修 然后就去那边 然后想要到头城教会 长老教会 去就是有一些互动 教祖物学或什么之类的 但是后来发现这个距离 会影响参与 就有点漂泊 那其实过程里面 十二年前甚至更早 我就一直都有来和平教会 陆陆续续 然后都是做所谓的边缘人 我们小学生或者中心 小学生都会有所谓 班级的边缘人叫班编 我做的教会的边缘人叫汇编 做了蛮长的一阵子 其实发现教会 其实是蛮安全的 为什么 你可以单独的来单独的回去 你可以不用认识人 然后也不用被认识 或多或少会有碰到一两个认识的 就这样子 那真的做了好几年的 那个类似边缘人 就很安全的来 很安全的回去 然后也可以不用讲什么 也不用做什么 但是其实这个过程里面 上帝有一直在拉扯 我记得赵瑞那牧师有曾经邀我说 你要不要来帮忙上一个成人主日学 然后之前好像也有个董牧师 也找过我 那我都没有因应 因为我可能自己也太忙 然后想要去享受乡村的那一种生活 那其实过程里面比较尴尬 是有一次报嘉音 你知道我以前报了多少年的嘉音吗 在台湾的时候 那时候是台南多年教会 每一年都要去报嘉音 然后有一年 就是大概几年前 是詹颖文长老 只是他自我们台大宿舍的一楼 那我们也算熟 那他太太冠儒姐 他就带着嘉音队 就经过十一厢那边 竟然按我的名领 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在那时候 然后我真的是有点尴尬 因为我应该是要下去才对 我以前都是报人家嘉音 希望报嘉音的人能够有所回应 结果又不敢下去 因为好像又有点疏离 那就很尴尬 后来碰到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 他看着我我看着他 然后刚刚他做第二堂刚结束 我又看到他们 那其实有一个过程 我也觉得蛮 其实我也蛮需要团契的 因为这个过程你总是 会有一些心情 会有一些人生生命的事件 但是有时候又觉得说 好像不想要再有更多的那一种摄入 那这个摄入就造成 这样又是变成一个汇编 教会的边缘人 那直到后来我发现 信仰有一些危机的就是家里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我要重新回来教会 然后从来没有想到过 我的孩子开始不想来教会 我的女儿来过少气 这边的少气 然后到了少气结束之后 之后就不想来了 他有去过消息团契 之后就不想来了 接着我面临我儿子 他在大概国小二三年级的时候 他也不想来了 那我们他不想参加指路学 然后我们就只好带他来成人的聚会 但是成人的聚会 他也没办法真的好好专心听 有一个距离 后来我太太就决定 这样不行 他就决定要当指路学的老师 接受训练四年前 那他先来 接着是我 我再来 那逼着我儿子 没有任何借口 不来参加指路学 那每一次都是我 如果我太太先出门 因为我们都会参加九点二十 九点十半的那个 指路学老师的那个 由光圣牧师所带的那个小灵修 我收获也是蛮大的 那有时候我太太先走 后面我要逼着我儿子走的时候 他都会念几句 都是妈妈啦 逼着我一定要去教会 然后我就要跟 我也蛮矛盾 到底要不要跟我太太讲 我儿子的这些反应 但是他知道他无法抗拒 我太太的压力 他一定会来 来了之后 来之前来回去都会念几句 那我们 我跟我太太开始教主日学 就比较是在地下室过生活 然后就比较少上来上面 大概是第一堂 有时候有空会是第二堂 很少来第三堂 我们就开始 每一次经过教会 我知道那个 牧师 你到底是新的或旧的 然后我们好像都没有回应 这也蛮奇怪 后来有一天 博文牧师就说 你们要不要加入这个教会 我就突然在想说 我都已经在主日学 我跟我太太都在主日学有服事 然后开始投入了 需要加入教会这一个形式吗 那就一直在想 所以第一次 其实好几次之后 才真的去办公室 那个办公室那边拿申请表 转集申请表 拿了之后又躺了半年 又没有动 不过我真的 我看到我们那个申请表 真的很老很旧 又吓了一跳 然后后来 博文牧师又给我最新的申请表 那又躺了将近半年 前后大概又是一年半 才真的好填一填 因为博文牧师说 你们已经又拖了将近 他没有讲拖 他就看着你好像又一阵子了 然后后来就真的填这个表 然后就真的决定要 重新再有一个归属感 那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觉得 我第一个 有些时候我们都在寻找一个团契 一个好的教会 就像我以前在美国那样的一个情形 那后来我也了解 其实要自己开始参与 才会找到 而不是在那边等待 更何况我们教会就送出很多的讯息 之前的招瑞牧师还有董牧师 都有送出一些邀请 但是我都没有去接受 所以我得到了第一个很重要的 宝贵的 虽然也很熟悉的一个 过的教训或者说经验 就是说要投入 因为我开始投入之后 反而自己又重新回来得到一些信仰前辈的一个感动 譬如说光盛牧师的投入 还有记得那时候是茂领长老跟新一长老的很投入 然后不断的邀请的过程都让我蛮感动 我甚至也从信仰比较没有那么资深的主治学老师 就是佩萱老师上次上上次他们的孩子 两个都接受教会的表扬 因为他们能够贯彻 就是读经日志的周治的那些写作 我就觉得很惭愧 我是很老的基督徒 我竟然没办法叫我儿子 好好的坐下来写读师周治的日志或周治的那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就去问他说你是怎么做到的 他说他只要教会结束 主治学结束就叫两三个孩子一起来就在现场写 我想要如法炮制 我知道我儿子是很难这样做到的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过程 重新当你开始投入 而不是做一个教会的边缘人 会边你就开始感受到 你是会有很多的说后 因为有很多人他在投入过程会令你感动 那第二个我想起的是比较 生命的每一个阶段 不管是婚姻孩子家庭或者会有之间的关系 我想到的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九节 耶稣对回力他的门徒完全不了解耶稣的心意 耶稣在人世间最大的感叹 那个感叹就是说 我跟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了 你们难道还不认识我吗 所以我觉得不管在夫妻之间的关系 也常要去面对我们在一起那么久的 你还不认识我吗 我们刚过第26年的周年纪念 7月11号 那过了之后又重新再思考婚姻的关系 然后也重新回来思考那个跟孩子的关系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 难道我们还没有互相认识吗 那来到教会 我要重新再去思考 我跟上帝跟我们在一起 认识我们这么久了 我们还不认识上帝吗 很高兴这个过程里面 我今天发现其实是上帝在认识我们 上帝在把我们抓住 不让我们真的是一直流浪漂泊太久 那这个过程呢 其实我真的发现里面有很多的挑战还是会 譬如说教主族学的过程 有时候要维持主族学学生的那个秩序 有时候就很难 真的很难 那是一大挑战 对每一个这边有几位主族学的老师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挣扎 那有时候就会心情不太好 怎么这么难维持呢 我只会 我能够想一次 我小时候我父亲是长老 我是指数学也是最硬老师头痛的学生 会不会是一种现世报 那后来发现其实 我儿子也是被逼着来的 但是渐渐的上帝让我看到 就在这样的操操杂杂的过程 福音也渐渐传给小孩子 我儿子很讨厌 然后他常常跟我讲说 唱那个是什么歌嘛 那么老 然后又不好听的歌 最近经常会听到他在洗澡的时候 在唱主族学的歌 然后自己一个人唱得很大声 我都把它录音下来的 所以这个过程 我发现其实是上帝永远认识了解我们 那他给我们的挑战是 我们真的认识了解他嘛 然后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 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真的认识吗 我们来教会这么久了 我们会还继续是一个会边吗 教会的边缘人吗 有些弟兄有些姊妹 有时候我们的 我们没有把一些新来的弟兄姊妹抓住 我开始会也会开始觉得很惋惜 我们有一个 你是台大老师 我太太的同事 他来有几次 他后来就不来了 因为他也是传统的希望说 大家来关心他 但是我也觉得蛮可惜的 给我们的挑战是说 我们来教会这么久的 我们真的互相认识吗 当你需要安慰的时候 当你需要跟人家分享一下的时候 你有找到你的伙伴吗 我们过去也都会希望人家来找我 但是我后来 包括我这么多年的 多年的资深的基督徒 我还是回来再思考说 其实我们真的要自己先投入 然后在投入过程 你就会碰到很多的伙伴 然后有很多的收获 然后这个过程 很多过程 包括不管是婚姻亲子关系 或者跟教会的老师之间的关系 有很多时候 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挑战 小孩子不见得会听你的话 然后每一堂 你要怎么把 简短的时间里面 怎么把福音教导给小孩 都是很大的挑战 但是这个过程里面 我渐渐学到上帝认识我们 上帝了解我们 这个是我们最好的确据 最后呢 我想 我另外一个 重新再让我思考 我跟我太太的关系 因为 我刚刚前面讲 我决定要来做见证事 基于因为 我们是老少辈 我比他大 所以要让他 然后 信仰我比他资深 所以我要让他 最后一个是 长直要让平信徒 但是你知道吗 上帝很奇妙 最后真正 决定要回来教会 然后再重新投入 帮助小孩 在信仰的追求 重新投入福事的是他 所以为此我要感谢上帝 谢谢 谢谢洪泽兄的分享 让我们现在一起来 为洪泽兄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爱我们 对我们每一个人 有你奇妙的带领 就像你带领洪泽兄 及他的家庭 经过多年的漂泊 来到了和平教会 让他的家庭 在这里 不只有稳定的教会生活 也让洪泽兄与太太 有机会投入在 主日学的服事 求主帮助洪泽兄 在信仰的路上 依靠主继续往前行 求主祝福洪泽兄 及他的家庭 帮助他与太太 无论是在家庭 或是在主日学的服事 都能与主同行 靠主得胜 利上加利 恩上加恩 愿他们在 足里所摆上的 成为家庭 及主日学的祝福 我们这样祷告 都是奉靠 主耶稣的名 Amen 这时我们要来欢迎新朋友 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吗 好 那我们利用一点时间 跟我们的前后左右的 的兄姐来问安一下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消息 教会消息第一点 文字传道奉献主日 一 本周是文字传道奉献主日 由胡宗明牧师代表台湾教会公报社前来请安正道 周报内假有奉献带 也请兄姐为文字传道 事工带导及奉献 二 台湾神学院推广教育中心神学系 本主日前来本会摆设报名服务处 介绍下学期9月18日开始 所安排的各项各类课程及优惠方案 欢迎兄姐前往索取招生简章 也可以在现场完成选课及报名 第二点 小会消息 一 小会于7月7日第590次小会通过 秋淑珍牧师聘任案 预计9月1日复任 二 原小会书记赖姓泽长老 因身体欠安 4月30日请假 起满后请辞长老 经未留肯谈后 小会于6月2日第589次小会接纳请辞 并选出王道一长老为新任小会书记 第三点 8月份洗礼学道班开始报名 预备8月11日受洗转籍的弟兄姐妹 请预备新向办公室报名 洗礼学道班的课程是7月13、20、27连续三周的星期六 晚上7点30分到9点 于6F01教室 绞交见证稿的日期7月26日 小会问道理是8月4日 第4点 台北和平基督长老教会 成真教会干事两名 成真总务干事与关怀干事各一名 应征者资料审查通过后 需先测试电脑文书作业能力 测试通过后再行面试 工作时间、福利、待遇 与应征时程规定 请详见周报 第五点 创世纪查经班 讲员蔡茂堂牧师 7月20日 星期六上午 10点于五楼礼拜堂 第六点 会有消息及牧师动态 一 吴明山姐妹于7月5日上午安息祖怀 警定于7月20日上午10点 于厄宾珍爱三世 举行入恋火化礼拜 下午2点于本会五楼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 请为家属代祷 二、本会杨伯文牧师于7月13日至7月24日休年假 期间将由蔡维伦牧师带领 其他消息请参阅周报 弟兄姐妹如果你身体状况许可 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守望祷告 亲爱的天父 你是伟大的神 是佩德 颂赞 称颂赞美的神 你是荣耀的神 是创造天地的主 遍地满了你的丰富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软弱的你加力加能力 疲乏的你加力量 凡等候你的必重新得力 我们要为在软弱中病痛的肢体祷告 求主医治的大能彰显 保守看顾病痛中的胸姐 在住院或治疗的艰辛中 因主你的同在内心有平安与喜乐 我们要为教会年度目标来祷告 求主帮助教务团队 有从神而来的领受 造就同工 帮助我们有顺服的心 同心合一为主做工 达成深化教会年度目标 与社区同来敬拜 我们要为博文牧师祷告 求主保守牧师的家庭 在休假期间有好的休息 享受美好的家庭时光 以靠主重新得力 如因展翅上腾 为教会顺利通过聘幕 邀请秋淑珍牧师加入教务团队 来感谢秋淑保守牧师 后续搬家寻找适当宿舍等事宜 引领预备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因你与我们同在 使我们有满足的平安与喜乐 求主帮助我们 在主耶稣基督里得自由 依靠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感谢赞美你 愿将一切荣耀归于你 我们将祷告 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妹 弟兄姐妹 我们仍然站立 来吟唱奉献诗歌 代表我们全人全心的奉献 真的包括 向'T promise 放异 教宝 让命圈圈为主要 接着光学 我无敌 日日无法适与安 见证风险 爱来起 在主教前期 感染 见证风险 见证心 永远为主书 佛神 阿弥 弟兄姊妹请坐 奉献是基督徒感谢神 上帝恩典的一种回应 出于甘心乐意的人 将经历他丰盛的尝试 奉献箱放置于 三楼和一楼的接待处 这时我要来攻读圣经 哈巴古书二章二节 以及罗马书十章十七节 耶和华回答我说 将这末世清楚地写在看板上 使人容易朗读 可见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今天湖中明牧师要为我们正道 正道的信息是 闻可在明与贯道 好 亲爱的蔡牧师 还有我们在座的牧师团队 幹事团队 还有我们的长职 还有我们华语礼拜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感谢上帝的恩典 能够让我在和平教会 来分享上帝的话语 那也特别感谢和平教会 过去对于文字事工的一个 关心带导与奉献 那我是德生教会的前的牧师 那在今年二月我到玉山神学院任教 那接替我在德生教会 牧会的就是和平教会出身的 王道一长老的弟弟 王道仁牧师 这个是我很特别 而且有上帝特别的一个安排 所以王道仁牧师非常的聪明 那我这次我出生到现在第一次 来和平教会做礼拜 也来这个地方来讲道 也是我当传道人33年来第一次 那我来的感受 我才知道王道仁牧师 他有很多的思考 很多的聚会的一个规划的模式 其实都是来自和平教会 所以我就很深的去感受到 这种奇妙的一个地方 那也感谢蔡牧师 还有我们昨天的洛主任 他昨天晚上非常好的一个接待 让我跟我的内人 能够从花莲来 那在这个地方受到很好的一个 这个喝宽台 所以很感谢和平教会 谢牧师 还有我们众长子 还有众弟兄姐妹的一个关心 那我今天因为文字事工 紀念主日的这个缘故 所以我才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 那我用这个题目 我们不要把它抢成多原文或者多困难 其实这个很简单的 文章是可以在 而且可以解明 而且可以贯穿 这个整个上帝的道 那我们从这个地方来了解 这是我今天的一个主题的一个经文 的一个主题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的经文 有两处 一处是记载在小先知书哈巴谷书二章二节 那一处是在罗马书十章十七节 这个是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一个书信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的 那在这个经文里面 其实他在表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理 就是上帝的话是透过文字来表达的 所以文章文字是可以在着上帝的道 或者耶稣基督的话语给大家 那还有这个文章可以去说明 可以去解释 让上帝的话能够发扬光大 他的本身的意思是在这个地方 那两处的经文 我只有选两节 其实还有很多的前后文 那等一下在第一点当中 会来简单的做一个叙述 那再过来文 他还可以贯到的 他可以贯穿整个上帝 他主要传达给我们的那个前后的这个意义 所以这个今天的题目 我就从这两个主题经文 还有这个重要的词句 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了解 我们都知道以文在还有明灌到的上帝 我们都知道这个所谓的以文在到明灌到 并不是说我发明的不是 我是引用古人这个唐宋八大家 有三个非常有名的人 一个叫韩裕嘛 我们都知道这是这是第七 这个七八百年前的这些唐宋八大家 也是古代这个汉人中国这个非常有文学 非常有很多的著作的一个时代 特别是诗跟词这个唐宋 我们读高中读大学都有读过这个文化基本教材 要背他们很多的文章 这个文以再到其实是韩裕讲的 我们都认识他嘛 我就不用做解释 再过来柳中元他也讲过文以明道嘛 那还有一个周敦仪这个都是唐宋时代的人 那这个虽然他们在论述说佛家 跟儒家的学说的时候 所讲出来的一段话语 尽管各式的主张他存有小意 但是他主张的却是大同 这个是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我简单去做一个诠释 让大家知道 那我们就要进入到圣经 因为我们要把这个主题先了解一下 我们都知道道是目的文是手段 还有道是内容文是形式 怎么讲呢 上帝的道他就是要让我们了解 那要让我们了解 我们除了听之外要传承一定的文字 所以这个文字是手段 讲难听一点是手段 那如果再讲缓和一点 道就是内容那文就是形式 这个就是好像我跟牧师娘 我跟我的内人他今天刚好又来 我跟他结婚已经第三十四年了 那我们交往两三年才结婚 我当时写信给他 有没有 这是我内心的意思 这是我的目的 那我写的这个信就是手段 对不对 很简单 但是我写的这个信 最重要就是表达我内心的心意 所以这个道这个心意就是内容 那这个写的文章就是形式 这个了解 大家应该这样就了解了 所以我记得我们结婚二十年的周年 那一天的中午 我刚好去台南神学院上课 回来的时候他就去长榮大学上课 那我回来的时候 刚好在那个鞋柜上面 他放了一个卡片 就是我们在交往的时候 我写给他 画给他的一个卡片 他就在卡片下面又写了一个字条 叫做我在哪里等你 你会看到你二十年前的情人 原来他就定了餐厅的位置 叫我去那边赴约 原来就是他 那这个过程 我们就可以去了解到 这个谁要传达的这个意思吧 那再过来 文虽然是道的附庸 但是道要顺利宣扬 还是要透过文来 才能使得道的功效得以展现跟保留 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 应该从这句话 我们可以了解到 所要传达的这个意思 应该知道吧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文字在我们读过书的人 能够传承历史 把那个历史忠实记载了下来 就是因为文字 因为文字为什么那么重要 就是画是风 字是中 为什么这样讲呢 你画讲一讲就飞掉了 而且你如果说我要传达一个意思 我跟你讲 再请你去跟他讲 那请他再去跟别人讲 传到最后一定会变化的 对不对 那你如果说 你用文字把它记载下来 你把你的文字记载的 你原封不动的请他去传达给本 这个是不会变的 所以上帝他传他的诫命给人的时候 他都是用文字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来了解 摩西有没有 他在颁布这个十诫的时候 上帝透过他 那记载在初埃及记 32章15节到16节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经文 摩西转身下山 手里拿着两块法板 那这板是两面的 写的 这面那面都有字 是神的工作 字是神写的 刻在板上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个十诫到现在 是传承的 都没有变的 一字一句 这是典章跟律律的 那如果用讲的 如果上帝没有刻在板上 或许摩西他的记忆力有限 一下来传 可能就有落差了 那再传 再传 传到现在几千年了 我想大概不一样 所以上帝他要 他要传达他的诫命 是要用文来载道的 那用文来载道 就是要让人家能够去明道 也能够透过这个文 能够去灌道的 我想大家能够了解这个意思 其实除了摩西之外 有一个先知 哈巴谷 我们都知道 这个是旧约时代的小先知 他那时候受召为先知的时候 上帝拆派他 那他就很怀疑说 上帝你的选民 南游大国的这些人 这是你的选民 你为什么要用外邦人加勒迪 来攻打你的选民 来惩罚你的选民 这不是很公平吗 所以他就跟上帝有这样的对话 那上帝就跟他讲 我是公平的 虽然他是恶的 不过我先要用这个恶的来惩罚 这个也是恶的 虽然是我的选民 但是他不听话 虽然这是恶的惩罚 代替我来执行公义 不过后来我还是会 在他的身上 我还是用我的正义 去对他的不公义 我还是媚觉这个迦勒迪人的 所以哈巴谷就跟上帝 这个争论之后 他就觉得 我对上帝有信心 而且这个是能够是呈现的 所以哈巴谷 他才在他的先知书写上 上帝也偷付他 一定要这样子做 要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 使读的人容易明白 其实在第二节之后 其实还有第三节 那我们要读这个经文 前后文都要去读 那其实前后文当中 他有这个意思 他有这个意思的 上帝是透过各个哈巴谷 哈巴谷也去体会到 所以他把它写下来 他有这个三个要素 就是说重点 要将上帝的末世清楚的写下来 要叫哈巴谷这样清楚的写下来 那写的时候要简单二要 不要太多的套套逻辑 让大家简单明了清楚 简单明了记得到 这样就好了 还有就是说 一读且一懂 所以你看上帝透过先知 要去传达他的道 他的教导 他的典章律律 也是要透过文字 所以我就简单 举这样的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去了解文字 还有他整个要去传承历史 还有要宣扬上帝的话 名道 载道 灌道 文字是何等的重要 所以今天是文字的事工纪念日 我特别要来呼吁大家 要为了这个文字事工 要特别的带导 关心跟奉献 因为保罗他从旧约 这样一直下来的时候 他也这样去感受到 他也去感受到 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这是保罗他的一个感受 我们都知道保罗的背景 我就不用解释了 他本来是逼迫基督徒的人 因为罗马帝国时代 基督徒非法的 他是逼迫的 后来他受到上帝选招 然后他就去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人 他自称为上帝 耶稣基督的这个门徒的第十三位 他有这样讲 还有马提亚之外 他也是门徒 挤进到十四位里面 所以他知道他成为传扬福音的人 他也知道道一定要用文字 这个大家都能够了解的 所以保罗他也这样去说 信道是从听道来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 那基督的话是从哪里来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让他了解 上帝教导我们使用文字 他本身也留下美好的榜样 文字是上帝用以传达起誓的 最主要的工具 耶稣基督 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传福音 他不着一字 本身不着一字 但是他讲得到 他讲的话 他的教导 他的门徒 甚至是保罗 他都把他记录下来的 那记录下来之后就可以传承 因为没有记录也可以传承 但是会有落差 所以这个记录下来之后 所以就可以让我们去读 所以保罗他才会去讲 保罗他才会去讲这句话 信道是从听道来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 那基督的话是从哪里来 这是从文字来 所以我们知道文字是上帝 用以传达起誓的最主要的工具 这个我们就可以了解的 好 那我们第二点 我要第二点 我要进入比较见证 比较故事的一个方式 来跟大家分享 在明贯道的台湾第一报 其实在台湾的第一份报纸 就是台湾教会公报 台湾教会公报 是台湾的第一份报纸 是1885年7月12号发行的 这个是怎么来的 那第一个第一份报纸 它不是用中文写的 它是用罗马拼音写的 那这个有一个典故 我简单就介绍一下 其实教会公报它的来源 它有经过几次的一个更名 它有地域 也有时代 也有政治等等的关系 所以我们简单把它带过去就好 1885年发行第一份报纸 这份报纸一百多年到现在都存在 现在很多报纸 台湾很多发行过的报纸都消失了 什么自立晚报 这不是消失了吗 什么以前的民众日报 我以前都是那边的专栏作者 都消失了 没有了 还有什么很多的中时晚报 很多网报都没有了 因为发行量 经济的情况 还有现实的问题 教会公报现在还在 1885年到1892年 他就改了台湾府城教会报 因为台南府城 因为位居在台南就改这个 那后来到1906 就干脆就台南教会报 那到1913就改了台湾教会报 那到1932年就现在的台湾教会公报 到现在都没有变 那没有变就是一直维持到现在 维持到现在大概七八十年 八十几年 但是我们的教会公报也经过两次的停刊 第一次是在1942年4月到1945年11月 停了三年半 为什么会停 因为战争物资缺乏 那也受到日本人的压力 所以我们就暂时停刊 又停刊 那后来又复刊 那再过来第二次停刊 是1969年的4月到11月 都刚好是4月到11月停刊 为什么会停刊 因为那时候我们的教会公报 都是用白话字 罗马拼音去拍板去印的 那当时因为共产党都是用罗马拼音 那时候国民党政府跟共产党交恶 那国民党政府就认为 你用罗马拼音 有那个跟共匪同路人的这种嫌疑 所以教会公报就受到打压 受到打压之后就强迫 不能再用罗马拼音 一定要全部用中文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凌为欲翠不为瓦全的心情 所以整个教会公报才暂时停刊 那经过思考之后 为了要造福 我们不屈于这个 我们不屈服这个政治 但是我们要屈服这个现实 所以才有用中文 就全部用中文出版 就是这样来的 我为什么这么清楚呢 因为我当过十年的 台湾教会公报的董事长 所以我才对这段历史 有这样的一个心得 来跟大家做这样的报告跟分享 那还有一个原因 教会公报有一个特色 它并不是 不是随波逐流 又不是在门前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这种报纸 不是 它是扮演着先知的角色 所以当当时的政府有哪里错误 或哪里不妥的时候 教会公报它都会信仰良心去做评论 它并不是批评只是做评论 所以当时候我们就有时代的米该牙 它是用爱心说诚实话 所以教会公报那时候被政府是特别的盯着 盯着你不能怎么样 所以甚至报纸也被收掉 印好了就要 就要聚发到各教会去 就把它收掉 那时候我已经当传道了 三十几年前我在花点当传道 怎么没有收到教会公报 后来打趣问才知道说 因为里面有写到建议政府的一个文章 所以被拦截了收掉了 那时候我们就扮演时代米该牙的角色 这个是很伟大的 现在的人骂蔡英文总统不算什么 五十年前你骂蒋介石总统 你批评他 你胆敢批评他 你大概明天就完蛋 不过教会公报 我说我不是批评不是骂 我只是提出我的信仰的一个看法 但是有受到一段时间的一个打压 所以这叫做时代的米该牙 我们有扮演这个角色 所以这个教会公报是很伟大的 所以教会公报到现在 这个报纸每一份都存着 都存在这个历史档案馆里面 现在都把它成为电子档 所以很多人要了解台湾的历史 就去找教会公报 那就是横跨台湾百年的历史的百科全书 所以教会公报它的功能 而且它在台湾的这个历史 是扮演多么重要的一个角色 很多人就是为了写博士论文 来研究教会公报 也有人因为教会公报得到博士学位 所以这个非常伟大的一份报纸 到现在都还存在的 你们等一下礼拜完之后 你们可以拿去看的 里面有很多的资料 教会公报是怎么来的怎么印的 当时因为没有印刷 不像现在影印机那么方便 在家里就可以一个雷射影印机 电脑一列印就可以了 那时候影印机没有 台湾没有看过影印机 也没有印刷机 马亚克医生引进的 但是从英国引进没有人会用 没有人会用摆在那边摆了好几年 后来有一个巴克里牧师 台南神学院第一任的院长 他说这样不行 机器都来了 都募券来了 我们一定要学会印刷 所以他就到苏格兰去学习 检制排版跟印刷 所以1885年就发行了台湾的第一份报纸 就是这样来的 那这个印刷 印刷机就是这一部 但是这个复刻的 这个并不是原来的 因为这个印刷机已经都没有办法用了 这是现在这一任的社长 是为了要让大家体验过去这个历史 然后把这个复刻 然后放在这个台湾教会公报社在台南 台南市青年路在台南山学院旁边 所以用这个是要让大家去体验 当时印刷的这个困难 现在一秒钟可以印好几张 那时候刻那印 这一一压那才一张 有没有 我小时候就是用那个活字板 有没有 用那个手刻钢板 用手刻钢板 那是要很多时间的 很多游默 所以现在变化是这么大的 好 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 在明贯道的白话字 这一句话是缅男话 是我小时候我祖母常常讲的一句话 我祖母已经不在了 她是1896年生的 她如果活到现在的话 应该是123岁 小时候因为她没有读过书 也不认得汉字 她常常讲一句话 意思就是说 你牛眼睛看不到 你是没有办法走路的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不认识字 你到哪里都行不通 因為道次就是文字 文字化的時代 你不甚至是也沒辦法領錢 也不知道這個車要開到哪裡去 他也不曉得這個往哪裡 也不知道怎麼搭車 所以他常常跟我講一句話 但是我沒有很深的能夠去體會 因為他沒有讀過書 那後來我慢慢有機會當牧師 有機會到國外讀書 或者有機會到國外有一些講學 或有一些旅遊來開會等等 我就到過韓國 到過中東 也到過中南美洲很多地方 那我到韓國的時候 我發覺韓國字我一個都不認識 到日本還可以認幾個漢字 到韓國去一個字都不認識 我才體會到什麼叫做 你都不知道他在寫什麼 我到中東去也看不懂阿拉伯文 西伯來文勉強還可以讀幾個字 那都讀不懂他的意思 還要問人家這個叫做 這道意思嗎 那我到中南美洲去 雖然我沒有讀西班牙文 沒有讀這個葡萄牙文 不過有時候我從西班牙文 葡萄牙文可以拼出幾個英文來 還勉強知道一些 那我就去感受到那個 那我祖母雖然這樣講 不過她說我很感謝上帝 雖然我沒有讀過漢字的書 不過我信主之後 我讀了羅馬拼音 也讀了教會公報 也讀了巴克里牧師 她是編的聖經 所以我還可以讀這個羅馬拼音 很謝謝教會公報社去印這些東西 好 這是我的母會 我的母會是散化教會 我是台南鄉下散化出生的 這個禮拜堂 不是我小時候的禮拜堂 這個是1965年白河大地震 1964 1964 那時候我還是一個小孩子 那禮拜堂倒掉了 那1965年蓋了這個禮拜堂 那我就是在這個教會成長的 這個是我的母會 是哥德式的一個建築 那我的祖父母 我的家族是 大概103年前信主的 為什麼會信主 就是我的曾祖母眼睛痛 那幾乎失明 那汗衣沒有辦法看 看不好 一直治不好 腫大 那我跟他介紹你到台南新羅醫院去 那邊有西醫 可能會針對你的眼睛去處理 結果我的曾祖母就在那邊得著福音 那在那邊眼睛也治好了 那得著福音之後 回到我的家鄉 就是善化的鄉下 那剛好善化教會 有很多熱心的姐妹 就到我家去探訪 所以我的曾祖母就因為這樣信主 那信主之後 就帶領我的阿公 那個老老戴眼鏡的 那是我阿公 那我算一算年紀 我阿公當時照這個相片的時候 還比我現在還年輕 我現在已經六十歲 那時候我阿公才五十幾歲 看起來就很老 以前的人比較老 就是比較操勞 營養又不好 而且工作是很累的 我阿公那時候才五十幾歲 這是七十年前照的 七十年前 那你看的相片 坐在地上的 還有抱在手上的活著 其他站在的 站著的坐著的 大概都回天家了 我阿公那時候就五十幾歲了 那七十年前 全部都回天家 我爸爸還在 八十幾歲 底光頭站著的那個還在 我的伯父 那個中間最高的 長得最帥的那個 是胡茂生牧師 是我的三伯父 南門教會牧師退休 已經去世了 我家就是因為這樣信主 那信主之後怎麼辦 信主之後 只有能夠聽牧師講道 沒有辦法讀聖經 還好那時候宣教師 非常的聰明 他就去引進羅馬拼音 那把這個閩南話 用羅馬拼音 讓這些文盲 沒有讀過書的人來讀 學了兩個禮拜 就可以拼音了 所以那個羅馬拼音 是用那個英文字 有沒有 羅馬英文字 去拼的 你可以讀出它的意思 讀出它的音 但是它沒有形狀 所以我阿嬤我阿公 就多了一個窗口 所以我阿嬤我阿公 老的時候 很多我們鄉下的地方 你看 老的時候都好像那個 村姑啦 或者那種 那種 鄉下的阿伯啦 不過阿公阿嬤 他雖然沒有受過教育 不過他們 就信主之後 就有讀聖經 就有念書 念教會公報 讀教會公報 就有一種氣質 而且是在教會裡面服事 所以我阿公就七十 而二十七歲當長老 當到七十八歲去世 安然歸天 所以這個氣質 就不像沒有讀過書 沒有受過教育 清朝時代的人 我阿嬤也是很會讀聖經 這怎麼來的 就是因為教會公報 是 她去用教會公報 所以她當時在讀 教會公報的時候 在讀羅馬拼音聖經的時候 很多鄉下人以為 他們受過高等教育 還會讀英文 其實都不是 是因為羅馬拼音 所以這個文字透過這樣子 去載道明道灌道 使我的家能夠因為這樣 我能夠信主 也能夠成為傳道人 其實是這樣來的 那這些聖經是怎麼樣發明的 其實是從這邊翻譯來的 巴克里牧師 他為了要讓台灣的這些 沒有讀過書的人讀聖經 所以他在很多年前 將近一百年前 就召集了廈門 召集了當時的古浪語 我當兵的時候 剛好在二膽 金門的前線二膽 每天都看著廈門跟古浪語 那召集那邊的人 來翻譯聖經 從英文 那翻譯成中文 再從中文翻譯成閩南話 就是我們的 和和本的閩南話聖經 所以裡面的發音 跟我們現在的台灣話的發音 也不太一樣 因為那邊翻譯的都是廈門的 古浪語的 所以他們那邊講 這個 緬南話還有聖經記載 那個形容詞名詞 會跟我們不太一樣 我住台南 我家是從福建搬過來的 那我家在福建 但是不是廈門音 也不是古浪語的音 我家是同安縣 同安的音 所以我家說 拉撒 拉撒 很髒 拉撒 不過那個 廈門音跟古浪語 那個叫拉撒 拉撒 拉撒 知道嗎 拉撒 這是同樣意思 但是發音不一樣而已 那還有 我比一個例子 還有就是說 這個布朗 布朗 我聽過 聽過小時候 我說聖經為什麼寫布朗 那布朗 他們在翻譯 成為我們現在 順應我們的地方 所以現在改了 有一些翻譯 其實是這樣來的 那我祖母他們 他們講的 讀的聖經其實都是廈門音 巴克里牧師為什麼會這樣去做 第一個原因就是說 若要有健全而活命的教會 每一個信徒 或男女都要研讀聖經 那讀聖經很困難嘛 就要透過羅馬字拼音 所以我的家就是這樣子來的 第二個就是這個目標 是要使漢字是達不到的 漢字我們要讀報紙 能夠讀得百分之百的懂 不要百分之百 百分之九十 沒有十年五年的讀不起來 羅馬拼音兩個禮拜就可以了 所以很聰明 而且是很好的一個方式 還有使用羅馬拼音的白話字 可以達到這個目標 所以因為這樣子 教會公報社就發揮這個功能 是非常好的一個目標 我來做結論 台灣教會公報 它因為沒有奧元 都是靠著大家來奉獻 來帶導來關心 我們才能夠經營這個教會公報 雖然我已經不是 教會公報董事長 我已經卸任了 不過我剛好在玉山山學院任教 我二月去嘛 那到現在才四五個月 那剛好我禮拜天 就可以到各教會去講道 所以這個社長才拜託 胡牧師 你以前當過董事長 你應該有這個責任 來為了這個文字事工紀念日 來做見證 來分享 所以他才把我派到這個和平教會來 所以我今天才能夠跟大家一起分享 這個很重要的 這個歷史 還有上帝 他所給我們的 這個很重要文字的這個 再到明到跟灌到的這個概念 現在文字很發達 但是已經實體書紙本書很少人看了 大部分都是用網路 所以說你如果有FB 你可以做見證 用文字把它表達出來 你是可以載到可以明到也會灌到的 所以我用最後這一句來做分享 來做結論 也來結束我們今天的信息 因著電子高速公路的四通八達 使得上帝的信息可以透過文字 可以快速傳遞 甚至在短時間之內 將信息傳遍天下 進而使得可以載到 一可明到更可灌到的文字之功用 跟價值一發提高 所以如果你有FB 或者是你有經營你的LINE 或者是你有你的Instagram 很多的社群團體 你可以有這個信仰的話 透過這樣傳是很快的 那你如果沒有文字 你如何傳遞 所以文字是非常重要的 盼望大家能夠繼續為了這個文字事工 關心代導跟奉獻 也盼望大家能夠透過你的靈修 透過文字去載到明到跟灌到 願上帝的話語成為大家的幫助 也成為我自己的一個激勵 我們一起來禱告 主啊我們很感謝你的恩典 讓我們成為基督徒 在我們從聖經當中 也是耶穌基督的話語 就是道當中 我們了解信仰 明白信仰 我們能夠了解跟明白 能夠傳揚就是因為有文字 能夠傳承 雖然在二十一世紀 資訊發達的時代 紙本的書 還有一些紙本的這個文章 已經逐漸被這個 整個電子化時代所取代 不過文字是沒有辦法被取代的 求主能夠透過我們今天的信息 也透過我們今天我們張教授的見證 也透過今天上帝的話語能夠啟發我們 讓我們能夠在文字的事工上面 獻上我們的一點點的心力 也願意我們的奉獻能夠成為文字事工的一個支持 我們將今天我們所講的獻為記 求上帝再一次的悅 我們在你面前 獻上祷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Amen 感謝今天牧師的提醒 讓我們將每日我們在靈修當中的說 看見神祂的那個話語 能夠放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裡 來實踐祂 來貫穿我們的生命 那我邀請弟兄姊妹從你的座位上站起 我們會唱兩遍 來以這首詩歌來回應 我將你的話語 深藏在我心 免得我獲得罪祢 免得我遠離 喔主啊 與我傾聽 我愛 你身影 天地 做我 教後天地的 做我 路上的光 天地 這樣要過去 你聽話 卻唱著 天地 你將會 揮揮 你的話 這張心 我將 你的話語 深藏 在我心 免得 我獲得罪祢 免得 我遠離 喔主啊 與我傾聽 我愛 你身影 做我 驕傲前地的 做我 路上的光 天地 將要過去 你的話 卻唱著 天地 將揮揮 你的話 你的話 卻唱著 你身影 我將 我將 你的話語 深藏 在我心 免得 我獲得罪你 免得 我遠離 我將 你身影 我將 我將 你身影 我將 你身影 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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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將 你身影 做我 在我身影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上帝的慈爱 以及圣灵的交通 跟众人同在 跟蔡牧师所领导的团队 干事团队 以及长职 以及和平教会的事工 异象同在 也跟整个清田社区的众弟兄姐妹 同在 从今直到永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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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如果有需要的弟兄姐妹 欢迎你到台前 我们一起为你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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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